各位先生、女士,你們好,雖然昨天股市跌了很多,但最後還是回到星期二 而香港股市因為要提出,香港施政方案提出要加徵收股票的費用,要加價增幅度的30% 可以令香港的財政增加80億,所以香港股票大跌了900點 雖然股市跌了,但仍然每一天都會有股票升得很厲害 今天我想介紹這隻股票FSLY 有人問我怎樣要買這隻股票,和我用技術性的分析 他就問我怎樣去看,所以除了跟你說買這隻股票 或者用這隻股票作為一個例子,教你怎樣去看一些簡單的技術性分析 還有怎樣去看一隻股票 那隻股票,以前也說過了,有看我視頻的朋友就知道 有兩種分析,一種就是通常分析員或者大學讀財務管理讀書畢業的人 叫他們看的,叫做基本分析,叫Fundamental 由於這個股票起到以前的歷史,有些新型的股票或者科技股 10年前的科技股沒有辦法去用Fundamental的解釋 所以他們就可能研究人研究,出了這件事叫Technical Analysis 就是技術性分析,技術性分析我個人來看,就當它是一個statistic一樣 就是一個統計,一個數據統計 因為當出現的次數很多的時候,你知道機會率自然增高 所以發生的可能性亦都比較大 當然,沒有絕對,也都不一定,有可能有時候是完全不準確 但如果懂得用技術性去分析,而去買股票的話,準確程度基本上應該有八成半的時候是會準確的 所以都有不準確的時候 那首先這隻股票,如果看看為什麼會令到我有興趣看這隻股票呢 因為我知道這隻股票呢,它要宣佈Earnings,去賺錢 我們就看看,它出來的結果就是,Q4 Earnings 仍然是蝕無理的蝕9仙的,但預期是蝕10仙 一毫,所以就比預期好 銷售方面呢,就有82.6.5m 比去年的增幅呢,是上升了40.24% 那其實你想想,就像你買股票,如果你買一隻股票賺到40% 其實真的很厲害,所以一間公司可以增長到銷售量40% 其實我覺得是很厲害,你不要管這間公司大還是小 那這間公司的規模不是很大的,再看看 Fundamental的話 我喜歡很多institution都拿著這隻股票,那就是說 這隻股票呢,除了day trade,因為它 等著我們去到技術性分析的時候,你就看到這隻股票 這隻股票是搞瘋子的,但是 基本上就是說,它如果不是技術性的,就是day trade 那些人買賣,那很多有60% 六成都是institution investors拿著,那可能他們拿著很早已經拿著 就是股票一上IPO的時候已經拿著,那所以 但是只要它不賣,就是不像Wallet Buffett那樣 它幾年就換一次的股票,看看分析的時候 它最近賣了蘋果,所以蘋果就由135元 上個禮拜,或者前個禮拜,跌到上個禮拜 128元,那它就增持 就是買入Horizon的股票和Chevron 所以這兩隻股票的股價就升了 因為它一個institution investor,賣股份的時候 你一定是買多,不是買少 可以令到可以影響到股價 所以這個number是我會關注的 另外Earning Per Share也說過它虧錢 但是它虧錢比預期少,其實都幾好 證明公司有進步 那它share standing不太多 113元 所以marketcap 8.8 billion 那如果你fundamental方面 自己可以Google,搜集資料 看看Boomber 它也有說這隻股票 你看看 但其實另外一件事,我給你一個網站 叫做simplywall s-i-m-p-l-y-w-a-l-l-dot-s-t 如果你進入這個網站 叫做simplywall 你只要sign up as a user 你要create account 它是免費的 它會給你五隻不免費的股票 所以如果你的股票在以前 或者你現在想買 是很有興趣的 那你就用這五隻股票 他解釋得很詳細 高呼得很好 那為什麼呢 如果你有聽聽證會 Congress 跟Gamestock炒賣 即是short-sale的事件 short-squeeze的事件 和Robinhood和institutional Investor 其實你就會發現 當中有說過 retail investor就是拿不到 institutional Investor的資料 其實這個賣賣股票 其實是不公平的 因為institutional Investor 如果我打工 我去Wall Street做事 他會給一些tools 其中一件事 就是好像這樣 他根本都不用自己找 他按進去 就有這間公司的fundamental 所有data的資料 普通人是沒有辦法 technical 他一按下去 一個好像 有些software 他一按出來 就紅藍 即是 黃色和紅色 給你 他的volume 這隻股票 都要買賣 買定賣 他已經跟他 預測出來 然後當然 有時候不准 所以 都需要有分析員 去看這些資料 analysis 去validate 那個data 進不進去 這個 不是那麼難的 所以現在 我這個section 就是教你 很簡單的 怎樣去看 那我 無法調整 但是 下次我可以拿bilibili 來做另一個section 我就用這個fundamental simple wall street 挖褲給你看 那你就會覺得這個tool 挺好的 不過你自己可以試一試 因為免費 那我進入Technical Technical 這個圖 你進去Google 我用Yalf Finance 你用第二個web site 也不要緊 那有個圖 首先你看第一天 一天 如果你在昨天的時候 2月23日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隻股票 在開市的時候好像是75元 它是跌到來intraday 最多好像 最低好像是68.69元 但是它是彈上去收市 是報77.91元 然後你可以看一個星期 你看到這隻股票 都是 本來是升上去的 直到 unus earning的時候 它就滾下來了 那 但是 一個星期的情形 告訴你 一個snapshot 教人其實要看 一個分析的圖 一個星期可能又不夠資料 又不夠賣好 買好 然後你會看三個月 三個月 那三個月呢 就比較squeeze 就是比較squeeze 那些圖 那些圖 就有一點點 representation 跟現在這個圖 有一點點不同 就看得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選擇一連 一連之後呢 圖你看看 就清楚很多了 因為清楚的意思是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分析得到它上 在哪個價位上去 上去上去上去 你看到這三個紅色箭墊 其實 八月也有上去的 那我先說 首先第一 今天的價錢是七十多元 所以我看的時候 我也是找回 以前之前 大約七十多元 價位那時候 由那個point 開始看 這個圖表 價錢怎樣 要浮動 怎樣浮動 那你就會發現 七月的時候 去試過 去年七月七十多元 那它真的這樣上去 那它真的這樣上去 如果你自己試的時候 因為我這個snapshot 你就可以看到 日期的 你從那一點七十多元 一直移動到這一點高點 但是一百元 它其實是用兩個禮拜時間 就到了 所以你看到七十幾到一百 那如果你想再清楚一點 你自己下載了一個 叫做 Data Statistical Data 下載了 你自己拿一個 Range of Time 那個時間 看 然後你自己 用Excel highlight range 說我要create a graph 那它就create a graph 出來給你 那你自己可以選 就是你可以選一個月的某一個時間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你就會給這幅圖 清楚很多 除非這幅圖 去到某一個項目 放大 我 但好像有 Finness做不到 這幅圖 所以這個是另一個 challenge 如果 Institutional Investor 他的tool 起碼可以畫顏色 做很多東西出來的 那幫助他去分析 那如果你看到 可以密一點 看到 就看到這兩個星期 就這樣浮上 那你再看看 然後上去之後 就開始下來了 到八月 其實都有上去 但是問題 八月的價錢 就好像由八十元開始 不是由七十幾開始 所以我就沒有計算這個 這個月 我不管它了 還有八月 你都要記住 八月的時候 去年 所以 杜子和 拉斯達 是起得很厲害的 是連續起的 這個月 是return 得最厲害 所以基本上 這個月買什麼都起的 那這個 可能不是很 representation represent到 這間公司 就是 那個technical 的圖表 因為 這個時候 每個人都起 其實十一月的時候 也是 那個月 也是大起的 所以 十一月這個圖 這個可能 又不是很 good representation 但是 你要七月 給你看 八月 不看 九月又同樣 七十多元 它又很短時間 你如果看得到 二十二個禮拜時間 它上 這次上了一百元 這個上到大約九十元 我記得的話 OK 然後 它跌了 又再上去 然後 整個十月 然後又 下回來了 十月 因為試過頭頭上 然後 大選之前 那個禮拜 是跌下來的股市 然後 十一月 又再上回去了 你又看到很清楚 不過十一月 因為它跌下來 大選之前 導致 跌了二千點 那個禮拜 所以 那個mark 就不是起七十元 這個mark 大約 我記得跌到大約六十 六十多元 這個mark 我記得的時間 一百二十幾元 跌到六十幾元 我那時候 九十元 我買過這個股票 接著七十多元 我又買過 但我最後買了去蝕 因為我不想等太久 它的原因是因為 它不知道有一個 法律 令到它的股價下跌 譬如說 TITAK 和TITAK 那盤數有問題 當時是在搞TITAK上市 所以 可能有些人看不到它 所以股市就這樣跌下來 因為它主要賺錢 第一個 最主要的 是Customized TITAK 這間公司FASLY 當然 現在官司 有時是用幾年時間 才會有結果 所以暫時 都不需要太理會了 然後下一步 再看十一月 十二月 你見到跌下來 一月 你見到2021年 我沒有跌 它又起這一點 又見到這一點 不過是高過七十幾地 八十元 它又上去了 那現在你看 這個月 就跌下來了 二月整個二月 所以 我們已經二月尾了 如果 按照這些trend 還有還是單數 七月 九月 十一月 一月 那下一個就是三月 那它應該會升上去 那可能 又是十四天的時間 兩個星期 會由七十幾元 再上八十幾元 八十五元 左右 那 因為我不是那麼貪心 如果不然 八十幾元 可能就跌下來 你又要坐艇了 所以你要看 外圍因素 大圍因素 而決定 去到八十幾元 其實七十幾 賺十幾元 應該都很好 那 這個是我的分析 另一個website 可以看 我分析完之後 再看別人的分析 合不合情理 那這個website 在香港 香港一張公司 你可以subscribe 很便宜 每個月 你就可以拿得更多資料 但是呢 我就 沒有subscribe 我就當 free trial 用這個 用這個 公司 那 這個公司 就是www.tradingview.com bestless symbols 因為我看3690是美團 我看它的價錢 今天呢 恆生指數 都說了 跌了很多 但是現在呢 有趣就有趣 現在這裡已經是 早上三點四十八分 美國 其實就是說呢 等於歐洲呢 早上九點鐘 好像差六個小時 那他們已經 在歐洲開市了 股市 那呢 那我再看到 Future呢 由負 雖然 雖然亞洲那邊是跌 因為今天呢 恆生指數跌了二點幾 九八點 日經平均指數也跌了1.3 深圳和上海指數呢 綜合指數也是下跌1點幾 但是呢 那當時我看那一刻呢 勒斯達和DAO 都是跌六十七十點的 但現在這一刻 我再看看CNN 用Website CNN 看Future呢 他現在勒斯達是 29點 DAO是 2點 S&P 4點 所以 歐洲開市的時候 應該是 我的理解 如果是這麼看 所以 如果知道7點 我們的時間 再看7點 開市之前 7點 7點半 如果他仍然是 positive 那今天可能呢 就 雖然亞洲是跌 但是美國會仍然起 即是說 昨天的股市是有乘降 那 那 FSA1 都可能會繼續上去 可否那些EV股票 跌得這麼低 如果你要看我 之前 上載的 視頻 關於 講了小鵬 和 尼歐的 情形呢 那 希望就會慢慢上去 因為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 很高位的 買進去的 那 所以 希望都可以 回上去 那這隻股票 當你入到Website 你就打一個 SYMBLE 按那個 iGlass 再按 他就會 找這間公司的 Fundamental 他其實 有Fundamental 給你 那你可以用 Fundamental 不過 你要留意 這個Fundamental 可能是 outdated 他未必經常 可以更新 但是 這個Technical Graph 每一天都 混入資料 是更新的 你看到 你看到 但這個不是一天的 這個我記得是一個 星期的View 或是Buy 其實最重點 是Move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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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可以 按一個 Tap Idea Tap 很多人 懂得 技術分析 會分析 那隻股票 你見到 他寫一些 comments 解釋 到底好 好還是不好 當然 只可以再參考 那你就再 點進去 然後 你就可以 用你的電郵 或者 Facebook 或者 Lincoln 或者 Google Google account 就可以開到 這個影片 這個人有做影片 有些人沒有做影片 他就說 這隻股票 這個是免費的 那 你也看到 這隻股票 和我這幅圖 雖然有些 不同樣子 但是你也看到 其實重點 亦都是一樣 看見到 它上落 上落 上落 一個V 其實你見到 很明顯 這隻股票是V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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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它PREDICT 這個下落 應該彈上去 它都沒有下落 它彈上去 它PREDICT是V shape 開始了 這個bottom 這個價錢 你看不到 但它PREDICT是82元 85元 都不是差很遠 所以 他們都會教你聽 第一天 是9 Earning Pushed Earning Earning Pushed 可能9成 9成 會準 如果你懂得技術分析 八成 八成 九成的時間 都是準 都是對的 因為它說了 大數據 而且為什麼現在這個世界 這麼流行大數據 很多Data Report Data Analyst 工作 因為 人們覺得 明白到 大數據是正確 有八至九成的 probability 都是正確 當然 所以如果你跟著大數據 去分析 去做 你做一百次的話 做一百次的trade 那你當 有八十次成功 二十次失敗 那你都應該賺錢 所以Trader就是用這些技術 用這些tools 那 Fundamental 當然都是要看 但是 我都說這個website 是combination 給你了 給你了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如果你想 看一看Fundamental 再清楚一點 深入一點 你就去這個 simplework.street 那我希望 然後 教完你這個之後 你就將來 隨便找一隻股票 你都懂得 怎樣去 用技術性分析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可以電郵給我 希望 這個可以幫助到你 在將來的投資情形 可以賺到錢 你記得 投資股票是有風險的 the higher the risk the higher the return 股市是有volatility的 而且 要賺錢 投資者一定要去審慎 做個分析 homework 還有要看 macroeconomics 大時勢大趨勢 而去做一個 決定去買這個股票 以及也都看你個人的objective 是要長渣還是賺了就賣 在這個case 我推薦的股票 是70多元 如果你買了 明天幸運 再下跌1-2-75元 那你應該拿到85元 到時再看看 股市的形勢 外圍因素 究竟是否仍然很 bullish 如果不 bullish 但兩個星期之後 的確上升到85 我就會賣賺了 然後等它再下跌下來 下次再買這隻股票 當你賺的股票 這隻股票 還有 也都要很小心 我經常都說 賺了錢 如果你不賣的話 到錢都未代入你的袋 好像昨天 昨天的market correction 的時候 早上跌得這麼厲害 尤其是 Electric vehicle Tesla 也有800多元 用兩天時間 跌到610元 619元最低 是30%的調整 所以 它可以上得這麼久 亦都可以跌下去 多謝各位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讚 或者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給我一個comment 上